大家好,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热度多包装机 用于包装各类的盒子 那我这边的盒子有大小或是可以用来做手朵包装的 这个是包包的产品 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机器呢,包括两个机型 一个是我们的叫ELT包装机 这个后面呢,是一米的高多机 这两款机型呢,可以配合 就能够让两个完美的包装 那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进行操作 接下来看一下操作这台搜锅机 这里有四个按钮,我们先打开电源 然后打开加热 加热在这个地方,它有一个温度的设定 一般情况下是在140度到150度之间都OK 开的是输送 这个是调整输送的速度的 这样开机以后,我们就等它温度上升 在温度上升 开完以后呢,我们先把前面这个ELT包装 首先也是电源打开 然后加热 加热的部分 加热,打开 然后这边两个,两边的部分都会相当 加热的部分一般是在180度到250度之间都是OK的 看你们的磨出来的厚度 在等待机器加热的时候呢 我们来提醒一下创流 这台机器用的是TOF最绝的 好,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我这个模具整个穿上去 正常的人呢 大概吃到一分钟一点肉 好,就可以把整个脖子穿上去 这里面所有滚动的 所有滚动的滚轮都要进行穿 这个地方打开 好,拉下来 就把它压住 记住在穿握的过程中一定是在机器开始的状态下 我们稍微叫手动状态下就OK OK,我们拉到前面 从这里穿过 打开 下面套起来 好,有两块三角板 这一块是上三角板 下面又一块三角板 把它穿在这个三角板里面 好,这样手指就穿完了 大概十分钟的时间了 我们现在的缩缩的温度也已经接近了 现在呢,我们来调一下要包的产品的体温 这是我们今天要包的产品 首先调一下它的宽度 这个调整很方便 直接打开 好,一般是宽度 这里面预留二分之一的产品的高度就可以了 就是宽度调好了 然后我们调一下高度 高度是产品的高度 加上我们一个手指 手指甲 稍微有点紫 在这里 OK,调好了 调完以后 我们来做一个自动的测试 看一下我们整体的长度 好,我把机器开到自动的状态 现在在自动的状态上 然后我们来试一下 试一下看一下 这一个产品 我的这个体重好像有点小了 这在调哪里呢 这个有点小了 然后这里 上面叫盐藏封口 把它加成 哦,我发现我调过来 这个解脚器 有点挡到哦 这解脚器也是需要做一项微调 是传品尺寸 从这里 对着开始 加一个船头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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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在这个位置 好,我现在再切一个看一下 OK,是比较接近的长度了 我们跑一个看一下 OK,这个包装就算是完成了 好,今天我们这个产品就包装成功了 那这个产品呢 我们是用的 UOLED模型的后裤是0.0085 所以它切的线非常漂亮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